先好好呼吸一下這裡的空氣 我覺得這邊真的好舒服喔 再來介紹你意想不到的 今天的重頭戲 我知道… 我知道我們現在要來住宿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美到不行 那你今天就睡外面就好了 真的 睡覺不是睡美的吧 是睡舒服的 往後面這邊看下去 真的好像法國莊園的感覺 對 而且今天天氣有點霧霧的感覺 而且這個地方有一點點低調 它前面這個半圓形的地方 是被山環繞的 有一點低調 有一點半山的感覺 隱視而居的感覺 而且這邊說真的 有點像那種高級那種 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感覺 沒錯 就是很像這樣 然後我跟你講喔 今天我們是來開箱的 我們今天再來開房 開箱的 也是喔 OK 他們現在還在試營運的階段 可是你看到停車場已經停滿 真的很不容易 我看資料 他們這邊是非常非常多的設施在裡面 有KTV啊 還有親子的那個 小朋友的那個 活動 遊戲室 重點是 這裡有溫泉 溫泉 碳酸清炎泉 像你啊 平常工作這麼辛苦 手上節目這麼多 我不辛苦 你必須要泡泡溫泉 好好的療癒一下了 我們走吧 真的 真的 你需要重新 reset 木質箱 木質箱 好漂亮喔 好美喔 整個大廳走一個那個 沉穩木質低調的系列 你看它那個燈 我跟你講 你用眼睛瞇瞇的看 有沒有很漂亮 你說這樣嗎 這樣看 對 好美喔 這個燈好美喔 我現在給你微小眼睛的感覺 好漂亮喔 真的很美 對 我喜歡它的色調 是 有木質 你好 中間電視來去 Checking 你好 這邊幫你安排的房卡給您 你想不到吧 彥均哥 這間漂亮又氣派的飯店 可是院裡2020年最新開業的喔 今天讓我們搶先開箱啦 我更亦想不到的是 苗栗院裡也有溫泉啦 等一下就來泡泡看囉 別急 看房間之前 先來去看美景 飯店有什麼美景 天啊 這個景色真的太誇張了 你看那個夕陽啦 我們現在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著蛋黃這樣 一分一秒這樣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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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正好 好美喔 然後我覺得這整片落地窗 你會覺得你自己跟那個景色 是合而為一的 是啊 而且外面那邊那個是風雨 好像我們也可以去泡那個 他們那個 以前他們七百亭的 露天風雨 下面已經有人在擺姿勢在拍照了 你也是他 你不要這樣 對… 好美喔 超漂亮的 這很像那個 就是那種101什麼觀景台那樣的 你看那邊是 他們叫什麼鐵戰山 超棒的 因為前面都是一片廣闊視野 沒有什麼高樓擋住 感覺彷彿又感覺 成功人士的感覺 太漂亮啦 不用風吹日曬雨淋 願禮平原的美景 全都在我眼前一覽無遺 還有這個全新的露天風呂 等一下一定要去給它泡個過癮 來去看房間 好期待喔 這真的是我們房間 有種那麼炸 天啊 天啊 等一下 各位 好香喔 它是檜木的味道嗎 這裡吧 吃這個吧 吃這條嗎 快點你來聞… 快快快來聞… 你會聞到… 再近一點… 再近一點… 香喔 檜木…越南檜木 好舒服喔 它的香氣好舒服喔 有種精油的感覺 你看有賓之如貴的感覺 把我們的浴袍 都已經幫我們準備好了 好像好大喔 藍色跟女生的 我喜歡 好棒喔 我喜歡這個小陽台 真的還要小陽台 而且你看它外面小陽台 你不用再換拖鞋了 就直接可以穿出去了 對啊 好棒喔 好舒服 還蠻大的耶 不是小陽台 我覺得這個就是個家 它就是家的感覺 好舒服喔 你可以想像兩個人住在這邊 然後晚上拿一個啤酒 或是紅酒這樣子 就在這裡一邊聊天 一邊看著這個夜景 吹吹風 然後看看夜景 想不到院裡的夜景 也是別有一番韻味 透過房間的陽台 看出去可以感受到 那一股離境中的美感 還可以看到台中 知名樂園的摩天輪耶 這個房間大歸大 但我們是不是漏掉什麼了 可是它浴室在哪裡 好像在那裡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他們的客廳這麼大 然後他們的浴室在另外一邊耶 這就是一個人家的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哇塞 天啊 他們現在發老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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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回音啊 這個浴室 這個浴室可能就是 某些人的一個家了耶 比我家了 比我家了 算吧 這個浴室比我家客廳還大了 天啊 天啊 然後他們這裡 哇 每一間 他們每一間都會有自己的那個湯匙 湯匙 喔超棒的耶 而且它很便室便宅 而且它很便室便宅 然後你可以邊套邊把桌給它 然後你就直接看景 因為外面不會有人看到你 對啊 而且一般來說 你看這邊是消耳的地方 對不對 那但是這邊呢 這邊什麼都沒有耶 就是這麼大 空間超大的 空間超大的 太大了 好富有的感覺喔 好想要 好想要 好想要買這樣的房子喔 這是什麼 這裡面有一個shower 他們用的那個 沐浴跟洗髮的用品是那種綠品牌耶 喔不錯的 就是是對於世界環境是友善的 喔 然後這邊還有免治馬桶 非常棒 喔我最喜歡這種就是 早上起來兩個人不用搶的 對 這兩個洗手台 妳有沒有發現 她的化妝鏡超大的 女生真的很喜歡這種 喔喔 這個化妝鏡真的是高檔霸氣亮麗耶 而且浴池一家四口 一起下去洗都沒問題耶 另外和室房型呢 有百聞不膩的榻榻米香氣 不變的是浴室也很大喔 在裡面騎腳踏車 大丈夫 重點是每種房型不論大小 溫泉池都有對外創 讓你欣賞室外造景 彥均哥 餓了吧 不必出門 他們家的餐廳超讚 趕快去看看 八小玉真的是太豐盛了 真的 太多料 而且跟你們說的祕密喔 他們現在是市營運 然後他們正式營運之後 他們的料理會更豐盛 正式營運的料理會更豐盛 我覺得這樣已經很公盛了 我覺得這樣就已經很超過了 真的喔 炸蝦啦 港點的那種 媽呀 這個蝦餃 比較貴的蝦餃 這個蝦餃是水餃的尺寸了 還有地瓜 健康的地瓜 高麗菜 食蔬都有 綠油油的青菜 喂 海參耶 海參不是那種 就是我們去那種大餐館 真的 它是大菜耶 所以放我這邊好了 好... 放我這邊好了 我跟妳講喔 紅酒牛 這邊的咖啡還有主菜喔 我們現在只是放 那個主菜旁邊的配菜而已 我的老天鵝 整盤紅酒牛肉隨你家耶 還有香魚耶 大家特賈好痛快啊 留點空間 更精采的主餐在後面喔 好舒服喔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他們這邊總共有 五個主食 這是排骨 然後這是豬腳 然後這邊有一葉乾 鮭魚 然後還有這個龍蝦 吊下巴 哈囉 哈囉 是不是吊下巴的感覺 他的主餐分量會不會太大 是不是給全級選手在住的嘛 感覺可以給項目選手住的 感覺好像都是要來珍重的 而且除了這個主食之外呢 其實他們的Buffet的項目也非常多 而且很開心的是啊 如果我們在這邊checking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先問說 今晚的主食有什麼 我們可以先預訂 然後Maybe跟他說我們7點的時候 我們預計要再下來吃飯 他這個豬腳的分量真的有多大 超大的 我只能說這一塊豬腳 如果在台北市的飯店 或是餐廳啊 你如果吃的話 600跑不掉 好Q喔 很清脆的感覺 完全不油膩 非常好吃 而且你想想看 一個人有一個這樣的主食 然後你再去拿Buffet的那些東西 我真的... 這個可以做4個小時 我真的很鼓勵就是 但是如果你是同學會 為什麼可以來這邊開 因為每一個人可以點不一樣主食 然後大家可以輪流吃 分開吃 然後你就等於你一餐 可以吃4、5個主食 有肉的 有肉的 我不要吃一塊啦 拜託 火候很好 好吃對不對 很嫩 好吃 其實以一個溫泉飯店 標榜溫泉飯店來說 他們這個食材 我覺得真的是頂級的 算是那種五星飯店的感覺 對不對 而且我一直忍不住要講它的價錢 現在太佛心了 好吧 講吧 它的主食 再加上它的Buffet 不到600 這樣的價值都可以吃到 這麼高級的德國豬腳 還有Buffet隨你夾 太活心了 我的豬肋排看起來也不賴 快嘗嘗看 肉感十足 好吃 紮紮實實 而且它醃得很好 肉很嫩又很夠味 我好恨我只有一個 很OK 你應該趁它晚餐時間 開放的時候 比如說五點半開放 你就先進來 然後你實在要九點半 這豬排竟然比我想像的 還要更嫩更香 尤其是一些帶勁的地方 是偏脆口 很好咬的 看得出廚師的用心 好啦 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去享受戶外的風呂 真的很舒服 這個碳酸汁岩泉泡起來的時候 你感覺到整個身體都這樣 咕嚕咕嚕的感覺 而且我喜歡它這邊的造景 我很喜歡這邊 走一個日式庭園的感覺 而且你還可以聞到檜木的香味 空氣中又飄一些檜木的香氣 那我們給一點資訊好了 好啊 這邊占地七百坪 然後這邊總共有七個溫泉 九個 加二 九個 然後還有一個是半露天的玻璃湯 對 就在後面那邊 而且這種就是泡起來沒有味道 我很喜歡 對... 對 你有講到我沒有發現 然後皮膚會滑滑的 沒錯 你看喔 好像在抓那個 好像在抓... 抓泥丘一樣 你去哪 你也越來越浮誇 這個人說不是啊 因為其實呢 白天你看來 其實我們是被那個三井給環繞的 我們是被山包圍在裡面 對 等於是 它有... 差不多有幾度 差不多有180度都是山 對 外面 你如果白天看的話 我們是等於被山擁抱 在裡面 在山的懷裡面泡的溫泉 對 舒服 小朋友也很喜歡泡 對 因為它其實各種不同的溫度 你看小朋友其實就是可以泡 像我們這個 像剛才有人 34.3度其實滿適合的 剛才有人去泡那個超燙的 然後出來以後就可以去冷泉 對 超舒服的 對了... 這裡還有一座超大的游泳室 讓你游得過癮 假如晚上還泡不過癮的話 這裡的頂樓還有裸湯 讓你早上繼續泡 早餐的餐點水準也很High喔 來去吃早餐囉 我跟你講來這邊吃早餐 你就會聽到 源源不絕的幸福的喜好聲 爸爸媽媽在這邊吃飯 然後小朋友在旁邊的兒童遊戲區那邊玩 然後人家沒有很安全 然後視野又看得到 非常放心 所以在這邊吃飯的三餐都是享受 每一餐都是享受 有爸爸... 有小孩的爸爸媽媽最喜歡這樣子 真的 你有了小孩之後 你就會覺得吃飯是在像打仗一樣 真的 然後就是揪一群... 真的 一群朋友來 然後爸爸媽媽輪流放風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小孩都在放風對不對 老公都去陪小孩對不對 這就是媽媽理想中家生活 平常不賠 對 平常不賠 對 換個就是 這裡的義大利麵出乎意料的好吃 真的 麵條超Q彈 肉醬跟番茄的比例調得很好 不會過甜也不會過鹹 讓人一口接一口都不會膩耶 吃完早餐還可以到他們的大露台 欣賞風景 看著高鐵列車呼嘯而過 好輸腰喔 那等一下中餐要吃什麼 對了 我找到這裡有一家牛肉麵店 一定要早一點過去 快…走… GO 快點 veo… … 呀… 我等到幾個月